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长寿花 我这一盆长寿花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视频 就是给它移栽 之后所用的土壤就是用一些核砂 那么这一颗长寿花 就是上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居杆腐烂了 正确的处理之后 现在给它上盆 那么我们上盆之前 要准备好的是什么材料呢 主要的就是土壤 这些是普通的核砂 还有就是砂菌药 由于这颗长寿花 它就是被续菌感染的非常严重了 导致它静感腐烂 给它上盆的土壤 一定要进行把这个土壤杀菌好 这样就避免了一些续菌吞湿而入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土壤给搅拌一下 上盆前我们用这种碳球来做沥水层 把它放到盆底里面 这样子更有效的 能让它疏松透气沥水性比较好 就不容易引起焖根 因为这个天气比较温热 这个原来的土球我们不要动它 把它直接放下去 之后继续给它上土壤 核砂它能取到一个降温 冲透气也是比较好的 不容易引起根性腐烂 我们在夏季养护的时候是比较适宇的 可能就会有一些花友就问了 为什么要使用核砂呢 核砂它没有营养 用其它营养土的话 它就营养比较充足 我们使用核砂的话 能降温 还有就是使它的盆土里面 比较凉爽 就合适它生长 不容易允许这些盆土的土温上升 导致这个长寿花的根室 或者是静感腐烂 那么我们使用核砂做土壤的话 担心它养分不足的话 我们在管理方面 就要给它勤快一点施肥了 一定是薄肥勤施 不能给它施浓肥 那么现在就这样子 给它上完盆了 之后就把它放到阴凉通风 有散射光的环境 不能阳光及曝晒 也不能强光照射 这样才有利于它复盆 我们给它重新上盆之后 就要做好每一步 看上能不能把这颗长寿花 把它就制好了 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 长寿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